好 运用立体彩绘美化环境又富含有祝福的寓意 来看到台中市的大理区立新国小外呢 里长争取经费将周边的变电箱人行道 化成了宠物宣导标语及书柜和阶梯 小朋友沿着图案走就象征着走进书香世界 可爱小狗提醒主人随手清排泄物 以及不弃养宣导正确观念 台中市大理区立新国小周围变电箱 全都画上Q版图案装点校外环境 那本来学校外面都有一些变电箱啊 或者是一些监视器的箱子 那我们想说这里是学校 那把它嫁于美化 让我们的小朋友来上课的时候 或者我们这边的民众经过这边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很漂亮的情景 手持放大镜毛毛虫图案放大 3D立体彩绘让民众还能互动拍照 上头还顺便带出蜕变后的蝴蝶模样 小小上了自然课 来到这门还有书柜内一本本的学科与课外读物 以及例行国小吉祥物花力数 穿上制服的可爱模样陪伴孩童上学 令人立长正伯齐争取经费进行彩绘 这次更在人行道画上小河与阶梯 无论是路过民众还是小朋友手牵着手 经过都忍不住踩在阶梯上 感觉上用路人在这边都会晃眼一看 怎么就真现在这个 就像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从这边经过说 怎么这里有多的彩绘我怎么不知道 这样好漂亮哦 很生动 还好这里长这边也特别 这个材料部分它是属于比较防滑的 所以在人行的走路上面 就比较没有安全上的疑虑 小朋友一开始也觉得 这个彩绘非常漂亮 大家互相而传 那久而久之就有一些小朋友特地 会利用放学的时候来这边走走看 可爱的校外彩绘呼应学习环境 沿着阶梯一边走向学校 一边则是走向书本 带领民众走进书香世界